欢迎回到第三世界金曲奖幕后花絮 今天的体感温度将近40度 加上粉丝们的尖叫声 我觉得自己现在就是在热情的沙漠 非常适合向欧阳飞飞致敬 稍等一会儿将近有90组的音乐人 要踏上这条红地毯 我们更快来看看第一名签到打卡的 会是谁呢 走吧 气氛担当的夜路黄轩 已经兴奋到不行 因为他今天要跟网友 日本天团Kengnu的长田大西第一次见面 OK 我真的太兴奋 互相follow的黄轩和长田大西 有没有合作机会 OK 讲到这件事情 其实我刚刚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后台跟他们打声招呼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本人 虽然我们之前私下已经有传一些讯息 不过这是我第一次跟他说 我非常非常的紧张 不过我很开心 然后之前也有 之前其实我们两个都是1992年5月的 我们两个刚好童年这样子 所以胜率也很近 我之前就有许个愿望 就是说我希望他身体健康 我祝福他 希望他身体健康 然后专期大麦 然后第三个愿望是我希望呢 我们可以有个合作的机会 然后他也说 好的 以下省略五千字 总之就是今天晚上的典礼 他会亲自去问问长田 看有没有合作机会咯 继续赶快迎接重返歌坛的以后李星杰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李星杰 太久不见了 真开心 又见到你了 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晚上参加金曲盛会的心情咯 我心里特别激动 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金曲盛 对 我已经当歌手都没有来过金曲盛 然后反而是在我跨别二十年 回来再做音乐的时候就来了金曲盛 所以这次今天可以来参加盛会 然后可以遇到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人 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问候花絮的歌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姨良 用三个hashtag形容一下你此刻的感觉呢 好 hashtag one 兴奋到不行 兴奋到不行 hashtag two 我的好朋友们 好朋友们都来了 对 就是谁谁谁 然后第三个就是hashtag three 我也要好运 大家都要好运 加油加油 嗨 大家好 我是Kellio 刘家凯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柏红 我觉得其实走红台的时候蛮紧张的 因为今天穿了高跟鞋 然后波红今天特别帅 走在他旁边我就觉得 哦 自己是不是卡卡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今天走在加凯这么帅的一个 就是创作人旁边觉得 跟他合作的感觉一样啦 就是很荣幸 然后也很好玩 看到双帅同框的画面仿佛自带尖叫声 我隐约还听到有一点baby的哭声喔 哇 原来是许佳莹跟导演比尔甲六个月大的女儿 在想妈妈啦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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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帮爸爸加油喔 好 儿子怎么没有来啊 我以为你跟爸爸一人要带一个 就是我今天想说专心的当一个女明星好了 对对对 如果带儿子后可能没办法专心走这个红台 今天有很多表演我都非常期待 像JJ 阿琳 还有King Noor 就是很多演出都会是很难得可以见到的 是我最期待的部分 好 所以妈妈今天晚上稍微请假一下啦 不过我要告诉你 女儿在哭了 爸爸好像有点搞不定 赶快去哄一下 哄一下 好 谢谢 周末亲子日好多艺人来红毯六小孩 取周汤豪的红毯幸运心 那还真的是Billy卡里孩 今天的目的就是跟Billy姐一起走红毯 然后我觉得就让我心中放下一个大石头 因为我平常其实对于书籍这样的活动 我是觉得蛮紧张的 但今天有妈妈陪 然后我又是以不是歌手的身份 是以制作人的身份出席 所以今天稍微比较分担了一点压力 我很谢谢她 就是说我这首歌是因为她 才能够完成我的梦想 而且她还帮我拍了MV 所以我要谢谢她 也因为她我才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 我们从来没有拆到过金曲奖哦 马上进入粉丝福利时间 大明星给问妈 想知道Penny下一张专辑是个人还是佛跳墙 个人 请问安普今年有希望听到新作品吗 我加油看看好了 以上就是大明星的回应 希望你们还满意咯 最后宝可梦大师迟修 还有一句话要说 就决定是你了金曲奖 小巨蛋码头区怎么会出现一个电话亭啊 这个其实是今年官方沙龙罩的主题哦 意思是当你今天得奖了 第一个最想要打给谁分享喜悦 希望透过这样的创意 为与会的贵宾和得奖者们 可以留下一个难忘 美好的回忆咯 我们先休息一下 喂 诶 偷偷告诉你 广告回来有吃自当的阿兵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